靠咖啡续命的打工人们,好消息来了 你手里的这杯东西可能不只是提神饮料 而是一剂被科学验证的细胞抗衰剂 就在最近,权威期刊BMJ心理健康发布了一项重磅研究 结论非常震撼,喝对咖啡能让你的生物学年龄年轻整整五岁 科学家们分析了大量样本,重点测量了染色体末端的端粒 科普一下,端粒就像携带两头的塑料头 它越长,细胞就越年轻,它磨损得越短,人就老得越快 研究发现,咖啡摄入量和端粒长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那些每天喝三到四杯咖啡的人端粒长度保持得最好 为什么?这主要归功于咖啡中丰富的多酚和抗氧化剂 它们就像给端粒穿上了一层防弹衣,有效对抗了氧化压力和炎症 减缓了细胞的磨损速度 但是,这里有个巨大的误区 千万别踩 这种收益是呈坠型曲线的 一旦每天超过五杯 保护效果不仅会断崖式下跌 过量的咖啡因甚至可能因为干扰睡眠和增加焦虑 反而加速端粒缩短 所以,抗衰的秘诀在于精准控量 每天三到四杯黑咖最佳 不多不少就是刚刚好的逆磷剂量 今天的第三杯,你喝了吗? 关注逆磷研究所,我们下期见